上個禮拜的範例也許把它打開來 上個禮拜的話我們主要講到 總共有幾段程式 1、2分割 然後再刪除 然後再篩選業務 篩選業務的話 又有房呆 房呆1 其實程式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簡單的方法 你就直接可以拿來當範本 但是記得要貼對地方 房呆2的話就是把它放在這裡 如果他沒有填資料的話 可以讓他跳離 不要讓他繼續 不過這種寫法其實當然還是可以在斟酌啦 比如說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如果他沒有填寫的話 比如他沒有填按確定 那就離開的話 那很麻煩還要再按一下 那是不是有一個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 當他按確定之後的話 不要直接離開 而是讓他跳回到這個地方 讓他一定要輸入為止 如果他沒有輸入的話 就連取消都不能取消 不過這樣有點太嚴苛了 只是說呢 假設如果你想要改成剛剛那樣的寫法的話 可不可以做到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說 你就不是用Elis Elis是不是跳出 那如果說好像我剛剛講 如果他沒有輸入的話 你是跳到哪裡 跳到這邊來 讓他繼續輸入 所以 假如說你要讓他跳到這邊 而不是讓他離開的話 這邊可能可以學一個敘述 要勾吐 勾吐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讓程式 跳到上面去 也就是有點像 讓程式跳到你想要跳的位置上面 也就是可以自由的去跳動你的程式 不過特別注意 這種勾吐的敘述 雖然很方便 但是很容易造成 程式沒辦法脫離的危險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怎麼樣讓他可以跳回去繼續輸入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你要先在這邊 跳回去的那個位置 你可能要加一個所謂的標籤 比如說標籤叫R1好了 後面記得加一個冒號 R1冒號 那表示說 我們做了一個標籤 在這裡 那以後如果要讓他跳回去的話 你要怎麼敘述 就是不是EditSub 而是GoTo GoToR1就可以了 OK 那他就知道說 喔 我將來 如果遇到這邊的話 那我程式 就會跳到這邊來 那繼續填 直到它填資料為止 所以這邊我們設個中斷點 跑跑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按確定 沒有輸入任何東西 他一樣會跳一個請務必輸入 Magebox是OK的 然後會停在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GoTo R1的話 它會跳 有沒有發現 它會直接幫你把程式跳到哪裡 跳到R1冒號後面這一行 也就是說呢 它就會 再回到剛剛的這個Input Box裡面 所以有沒有請輸入 有沒有 所以你假設又按確定 它一樣 請務必輸入 然後一樣呢 又繼續叫你輸入 直到你輸入為止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是不讓你離開 你連按取消的機會也沒有 OK 所以 但是這樣的寫法好處就是 確保資料一定是正確的 OK 比如說我輸入一個小咪 假設我輸入一個小咪 按確定 那它就會正常了 也就是說 一定要有資料 不然它會進到這邊 這也是一種解法 OK 這個寫法的話 以後的話 假設你有這種需求 想要讓程式跳到某個位置的話 那實際上是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這個就是建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 然後它配合一個GoTo OK 這個寫法的話 其實也可以參考 那再來的話 我們如果今天希望 要寫一個所謂的篩選 我現在是篩選業務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篩選 我要篩選產業別 也就是說 幫我把產業別裡面 假設是金融業的 全部都集中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 其實 如果說我今天 用篩選業務的話 它以前的做法 直接乾脆C 複製 然後Ctrl V貼到這邊來 其實是可以把它改成產業別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以 把後面的話篩選 把它改成 名稱叫做篩選產業別 然後請務必輸入什麼 產業別名稱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要改 Auto filter後面 這個就不是第三 應該是第四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要改 好像就改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 然後這邊改 其他還有哪些地方要改 其他好像就 這邊不用改 Auto filter要改 這些也都不用改 好 所以你會發現 實際上 它其實主要 就是改兩個 主要的 第一個是名稱 第二個是它的藍術 所以呢 你會發現其他都一樣 我們試試看好了 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沒有想到的 看一下 這邊的話 篩選 所以 對 就是只有這個 跟這個 其他好像都沒有動 OK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像這樣 執行的話 一樣 這邊篩選 金融 我看一下 那就是金融業看看 比如說這邊 我找金融業 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金融業就出來了 這邊都是金融業的資料 OK 那如果再來篩選產品的話 比如說桌上型電腦 那不是也是同樣的方法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主要怎麼樣 它其實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只有這裡 請務必輸入什麼名稱 產品名稱 業務名稱 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話 還有這個地方變動 欸 可是 假如說我今天 又要篩選產品的話 那勢必就是 還要再把這個 這一段程式碼複製 然後再貼上 貼上之後呢 再去修改這個名稱 跟這個藍術 那不對啊 這個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未來 這個 第一個 當然你可以可想而知 它的程式 一定會變得非常的冗長 因為總共 假如說你要篩選 這麼多藍術 那一個藍的話 就是一段這麼長的程式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那如果將來呢 裡面的程式有變動 比如說我可能 改了哪些程式的話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有個問題 就是每一段都要重新再改過 所以呢 是不是說我們可以 想個辦法 什麼辦法 我乾脆 把那個原來的篩選業務 改成就是一個 所謂的共用的SAP 那所謂的共用SAP 就是說 我以後呢 我大部分的東西都一樣 但是少部分呢 如果說要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可以透過瓜服這邊 去傳遞所謂的參數 或者所謂的引述 然後去變動裡面的資料 比如說呢 我這邊第一個 我可以改成什麼 篩選 這個比如說我名稱改成 就是把篩選業務 改成叫篩選 第一個 第二個後面的話 有兩個地方要改 一個是叫做什麼 這個的名稱 一個是藍術 所以我固定一下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已經有寫好一個叫 第六頁 有一個叫共用SAP 副程式的 那我在瓜服後面 我就給了兩個名稱 一個就是說 我要變動什麼 所以瓜服後面的話 以前 假設不是寫成共用的話 那我就是 沒有瓜 瓜服裡面是保持空白 但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 你要傳參數的話 那你就是在這邊 我要給兩個資料 然後一個是名稱 名稱指的是這個 這個將來要改的 OK 請務必輸入資料 就是這個 然後藍術的話 指的就是這個 那為了說讓使用者比較清楚說 到底呢 應該要給的是文字還是數字 那我一般會答案 你如果說假設 你沒有特別給那個資料型態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比較容易出錯 為什麼 因為使用者在 共用這個 SUB的時候 假設應該要傳一個數字 結果傳一個文字過來 那就錯了 OK 比如說這邊應該是一個數字 結果你給一個文字過來 那就會出錯 OK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應該是一個文字 結果你給一個數字 那當然也會出錯 所以一般習慣是會在這個參數後面 你加一個s 碰一個s 後面的話 跟使用者說 你要給我什麼樣的型態資料 那因為這裡名稱 我希望給一個文字 所以你就sString就可以了 String的話就文字 那如果藍術的話 我要一個整數的話 那你就sInt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 假設小數點的話 就是sDouble OK 你就給一個Double的值 如果要一個日期的話 就sDay 也是OK的 目前我們是這個篩選 把篩選業務 後面加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名稱 一個參數是藍數 再來的話 把這個後面 有沒有請輸入什麼 我把那個名稱傳過來 比如說我是業務 那我就怎麼 把這邊改成業務兩個 那怎麼改 這邊一樣 把業務兩個字選起來 雙型號兩個 移到中間 意思是切開來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怎麼樣 串在這個and符號的中間 這樣的話呢 他就可以把那個引數抓過來之後 比如說業務好了 他就把它放在這邊 這樣就是 請輸入業務名稱 那如果是 產業別的話 請輸入產業別名稱 那不就是 可以去跟著不同的狀況做變動嗎 OK 所以第一個 共用sab的第一個 在瓜糊後面呢 增加兩個參數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把參數 放在他應該放 所以這邊3的話 目前是第三籃 可是產業別是第四 所以呢 我可以把這個籃數 改成什麼 改成是地起籃的籃數 OK 也就是說 假設我這邊給一個3 他傳過來這邊就是3 那給一個4 傳過來這邊就是4 OK 那基本上我們就改好了 所以喔 第一步請各位 改那個所謂的篩選業務 後面加這個兩個參數名稱 並且改這個地方 就是串接跟這個地方的數字 那改完之後的話就很簡單的 那如果你已經變成共用的話喔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單獨執行 為什麼 因為你一執行 他沒有辦法被執行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要是 他有點是被動的 所謂的被動 就是被呼叫的喔 也就是說喔 他不能直接 像我們之前這樣直接執行 因為他沒有這兩個參數 他就沒辦法執行 所以我們怎麼去執行他呢 這裡的話 因為我們篩選 業務已經改成篩選 所以我把這個名稱先複製一下 在底下 再增加一個叫篩選業務 然後呢 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就給他兩個資料 先Enter一下 OK 篩選業務喔 那我第一個 必須傳什麼東西給他呢 我就是 後面的部分 Core 比如說我要呼叫 共用的Sug的話 前面請你加上Core Core什麼呢 Core篩選 這個時候的話 篩選指的就是他的Sub名稱 那這個時候 請你按前刮符 你會發現喔 前刮符之後呢 我們上面這個地方的參數 他會跳出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前刮符就提示了 那他跟他講說 請你給我一個名稱 名稱 我知道自串 所以自串前後要加雙以號 那名稱這個是篩選業務 所以業務給他 好 再來重點 藍數 有沒有 sint 我知道 第幾藍喔 我們算一下 1 2 3 我要篩選第3藍 然後刮符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就程式轉寫好了 那以後要怎麼執行 很簡單 記得不是執行他喔 而是執行他 所以上面共用Sub 是被呼叫的 所以我要按F8好了 這邊按F8 你會按Core的話 他就把這個文字跟這個數字 透過這個Core的動作 呼叫這個副程式 然後呢 並且把什麼呢 把那個業務 帶過來這邊 有沒有 然後藍數帶過來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 後面這兩個東西 其實就是刮符裡面 帶過來的資料 那帶過來的話呢 我就傳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名稱裡面就是業務 所以他會出現什麼 請輸入業務名稱 所以我就怎樣 再把它輸入上去 小咪好了 按確定 然後他一樣就跑了 所以底下的話 就做一樣的事情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第幾藍 藍數地方 OK 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OK 那第幾藍一樣 第三藍 所以篩選得到結果 幫我把它Call過來 OK 所以這邊 有沒有資料 有資料 所以把它幫我Call過來到這裡 然後並且AutoFit 然後呢 回到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再自動調南寬 OK 就取消篩選 好 結束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完成 這個篩選業務的動作 那你想說篩選業務 跟剛剛沒什麼不一樣 其實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你要篩選產業別的話 其實只要怎麼樣 再貼一次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篩選產業別 然後把這個名稱 直接貼到這裡 然後這邊改成第四藍 就OK了 也就是上面 我們一律都是副價 一樣的 這個 所謂的副程式 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這個跟這個 所以喔 請各位試試看 另外其他也可以 篩選什麼 產品 篩選客戶名稱 那這樣很快的 總共四個篩選 馬上就通通做出來了 而且以後呢 如果你要過濾 就是說如果假設程式裡面 有問題的話 你只需要維護同一個 篩選就可以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